哈囉 我是沛莉 今天來跟你們聊天 聊什麼呢 聊 唱歌很難聽怎麼辦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想成是 學不會某件事情 或者是不擅長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該怎麼辦 你的心態要怎麼樣去調整呢 我歸納出三個簡單的重點 然後稍微的分享一下 首先呢 第一個就是認清事實 就是如果說 我知道唱歌這種東西是個人主觀認知 有人覺得好聽 有人覺得不好聽 但是當大多數的人都覺得你很難聽的時候 或許就是該去反省檢討一下 是不是真的這麼難聽 我相信大部分90%以上的人 都自以為自己唱歌很好聽 可是當你把它錄起來的時候 播放 你才知道 什麼原來我唱歌這麼難聽 或者是 就像應吃 之所以能吃應吃 就是因為它可能 也有伴隨著聽力不好 它就是真的學不會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 真的覺得很困難 學不會的東西 這個呢 就是每個人的天賦 真的是不一樣的 每個人從出生的時候 條件就是不同的 有的人出生就是帥哥美女 有的人出生就可能長相 外表條件沒有這麼好 但是他個性可以去很討喜之類的 唱歌這件事也是 就跟你的說話一樣 每個人的聲音條件是不同的 那當你認清了這個事實之後 你知道每個人是有差異性的 你就不會去針對 就是自己可能 明明聲音是很尖銳 可是你卻想要去唱低層的歌 魂厚的那一種歌聲的這種困擾了 你可以知道自己的狀況 但是其實也不是說你天生是這樣 後天就沒有辦法改變 唱歌其實也是可以去訓練的 那這個部分呢 我就覺得算是歸納在第二類的地方 那在認清事實的這一件事情 其實我還要講的一個 是很重要的觀念是 我覺得唱歌對你而言是什麼 做這一件事情 對你而言的重要性是什麼 今天就算不管是唱歌 或者是你想要學跳舞 可是你卻發現你的孕育感不好 你每次跳都同手同腳啊 別人在笑你之類的 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去思考 唱歌對你真的很重要嗎 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唱歌是抒發情緒的一種 開心的時候也喜歡唱歌 難過的時候也喜歡唱歌 都是一個很療癒的過程 然後歌曲每一首都充滿著你的回憶 你可能當時國高中生在談戀愛啊 暗戀的心情也好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跟它的回憶 會觸動著你 所以唱歌對我來說是一件很重要 很快樂的事情 那當我認清了這個事實之後 就算我唱的不好聽 我也不介意了 因為我知道唱歌是讓我開心的事情 然後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會遇到 就算你可能不喜歡唱歌 可是你去KTV之類的 別人會要求你唱歌 唱一下嘛唱一下嘛 或是在家裡親戚朋友說 你唱一下唱一下 像我自己呢 因為我之前是做模特兒演員之類的工作 然後對於傳統的長輩們都會覺得 你是走演藝圈你想要當明星 那你唱一首歌唱一首歌 不管是任何選舉場合也好 中秋節烤肉社區的聯歡活動 我的家人總是會拱我上台唱歌 然後又或者是你參加一些綜藝節目的時候 主持人也會說 欸唱一段啊 我覺得我想要當的是演員 我沒有想要當歌手 如果你是這樣子回答的話 可能別人會覺得 欸你怎麼那麼不大氣啊 唱一下歌而已啊 又沒有關係 如果說要成為像那種唱跳團體 然後有點像少女時代的 有沒有在裡面有人選 有啊 其實我一進來就是 黃色衣服那個張佩潔 他的外型其實我覺得塑造性比較大 我的認知啦 就是他 他現在的樣子是比較清秀型的 清純型的 Andy哥清點 你會不會唱歌唱個兩句 自選舉哪一首 我家門前有笑 你後面有生活 這樣還可以嗎Andy哥 還不錯耶 他還聽得到對不對 音質不錯 音質不錯 謝謝 而且至少 舞音是全的 你有時候你還是要去做 你不擅長的事情 你該怎麼樣去調整這個心態呢 唱得難聽 或許大家笑一笑就好了 可是當我自己的心態是健康的 我知道說 唱歌是讓我覺得很快樂的事情 我本來就唱歌普通 可是 這是我的一種態度 所以我喜歡唱 唱得難聽也沒關係 那就是另一種人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選擇 我就是不要唱嘛 那這不是我擅長的是 我不想去學習 也是OK的喔 這是絕對是可以的 就變成說你只要認清事實 唱歌對你而言是有多重要 那如果說 你今天真的是唱得不好聽的這種人 可是你 希望當的是歌手 你從小的夢想就是當歌手 怎麼辦呢 那其實也是可以透過學習的 第二個階段呢 我覺得第二個觀念的重點就是 你要去解決問題 那唱歌不好聽的這件事情 你是可以透過學習跟改善的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想要把唱歌當做你的主要職業 或者是不是 其實像是很多明星藝人 就是 就像我剛剛說的情況 你不管到哪裡 別人都要拱你唱歌 那或許唱歌 唱得基本不用到很好聽 可是基本不要難聽的這一個功力 也是你可以去逼迫自己學習的 就是逼你自己做不擅長的事情 你就要找到學習的方法 那像我自己其實年輕的時候 然後有去上過一些唱歌的課 我大概了解 其實每個人的發聲位置 其實是可以有很多種的 就像我現在講話 我也可以比較低沉一點點 只是我不習慣這樣子去說話 那當然也可以更高一點點 就是這樣子啊 對我覺得好棒喔 就是每個人其實聲音有很多種 那當然唱歌你可以去學習 然後怎麼樣讓你比較穩 那你可能就是要多運動啊 增加你的肺活量 還有你唱歌的時候 要用對丹田的力氣啊 什麼之類的 諸如此類的很多唱歌的技巧 當唱歌變成你想要去專精的一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每一個咬字呼吸拼湊起來 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想應該很多人都有看過 很多明星的一些唱歌影片 他可以模仿不同的人的聲音 他也可以有更多不同不同的唱法 只是他選擇他現在用這種唱法去唱 當你開始把自己唱歌的聲音錄起來之後 你才會知道說 欸這個字唱得不好 你是會專注在每一個字的 而不是變成說 KTV唱歌唱得開心 大家歡樂就好了 不需小節 可是當你想要讓唱歌這件事情 變成是表演 你想要用它來賺錢之類的 或者是你真的很喜歡 那你就必須得去重複 一直不厭倦的去聽這個音樂 聽準每一個節拍 然後跟每一個唱法 呼吸節奏跟你的語教如何之類的 這真的就比較辛苦一點點了 這部分也有講求的就是天分 如果說本身天分沒有這麼好 那你是不是有耐心 跟你真的很想要完成這一件事情 去學習的這個毅力 任何的學習都是有辦法的 現在網路都很發達 我相信在看影片的 你們也都是很會做網路搜尋 你也可以去找 其實網路上有很多免費在教唱歌的一些 影片也好 然後不管是唱歌 或者是你要學剪接 要學跳舞之類的 網路上都找得到 所以只要你有心去學習 你就可以找到解決的方法 那第三個呢 就是 白爛囉 反正 反正你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 不是 你喜歡的 然後 你也沒有辦法 就是想要去學習 調整 或者就是 反正就是不想要唱之類的 那就是 或者是不想要跳舞 那你就去找別的專長啊 你可以去找 你適合 你喜歡的事情 其實 不需要勉強自己 因為 沒有人會逼你 就是去做你不喜歡的 做的事情 那也許會有 可是只要你堅持不做 或者是 你有 你做別的事情嘛 就算如果我唱歌不擅長 我不當歌手 可是我可以 我很會演戲 我可以當演員 或者是我很會 穿衣服 我很會化妝 那我就是 當一些美妝時尚類的工作 也是讓我快樂的 所以我覺得 最主要呢 就是一個 心態的調整吧 每個人都有自己擅長的事情 跟不擅長的事情 我想 如果今天 就算你唱歌沒有很好聽 可是你的 態度是 很正向 很健康的 沒有人會去 惡意的 批評你 攻擊你 尤其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 我很喜歡 就是跟朋友一群 一起去唱歌 然後 我相信只要是好朋友 喜歡你的人 不管你唱歌 好不好聽 有多少高抽的技巧嗎 沒有 他們 只要你唱歌 你開心那邊 笑得很開心 他們就開心了 所以我覺得 這也是一個還蠻重要的觀念 你在乎的是什麼 你在乎的是 那些不喜歡你的人的聲音 還是喜歡你的人的聲音呢 每一個人 沒有辦法做到十全十美 就是大家都喜歡 可是如果說 你選擇了 在乎喜歡你的人 那你就可以過得快樂一些些 如果你去針對那些 不喜歡你的聲音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 每天會過得 比較難過一點點 所以對於自己 不擅長的事情 就是你要用什麼樣的心態去面對 你想要選擇 任期時時接受 或者是 去排斥 然後找別的出路 也都是可以的 那今天呢 就是簡單跟你們聊聊這部分 那當然 有一些不好聽的話 是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親人說出來的 真心的建議 他們希望你能夠更好 所以不得不只好告訴你說 欸你不要再往這個夢想前進了 這不適合你啊 然後又或者是 你唱歌真的難聽 拜託你不要再一直公開的場合唱歌了 你自己在家裡唱就好了 有一些真心的建議 或許你也可以去思考跟反省一下 就是 嗯 你要找到問題的所在 就是 就像是 你可能今天想要知道說 欸我煮的這道菜是哪裡不好吃 或者是鹽巴加太多啊 或者是水加太少啊 或者是煮太久了啊 之類的 你找到它的問題之後 你才可以做改善 所以有一些 真心的建議 也是可以去消化過濾的 因為它是幫助你改善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而不是別人 講了不好聽的話 你就認為說 欸你在批評我 欸你在攻擊我 我很受傷 對我知道有時候 認清事實 是會受一點傷的 你會難過 你會 沮喪 你會覺得很挫折很挫折 但是 你 一定有辦法 可以去調適的 你只要找到 怎麼樣可以改善 或者是你可以問 說出你問題的那個人 因為有時候就是第三者 身為旁人才看得清楚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啊 你覺得自己做得很好的 但是別人一看就覺得 欸好像哪裡不行 因為這就是每個人不同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聽聽別人的意見 然後或許你可以問他 那你覺得我怎麼改 會比較好呢 也許你就會有一種 欸 靈光一現的感覺 知道說 欸原來我也可以怎麼做 可以怎麼做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好 好 那就分享給你們囉 祝大家就是 對於自己不擅長的事情 都能夠有解決的方法 嗯 掰 我們下次見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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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